一年一度的上海旅游节开幕了 九子公园里似乎比以往更加热闹了些 玩儿老鹰捉小鸡的孩子们 扯着林子的健身达人 还有跳着热情爱沙尼亚舞蹈的老外们 热闹的气氛像极了青春 我正在这街上走过来 所谓九子就是九个以子结尾的弄堂游戏 而在这火热进行的正是九子大赛决赛 与其说它是一场比赛 更不如说是在诉说这些老一辈上海人的美好回忆 是小的时候玩过的 小的时候玩过的 在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很开心 好像走到小时的感觉了 话音未落 这位骨灰级玩家就开始休息了操作 在现场讨教完了一番滚圈子的记忆后 小爱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 不能快 我发现不能快 太慢也不行 太快也不行 这种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有点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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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小爱滚圈的时候 已经听到一旁超有辨识度的声音了 没错 这呼呼作响的就是九子游戏里的扯铃子了 在扯铃子的决赛现场 大家拼的可都是真刀真枪 可谓一边抽下去 深藏功与名 这么高超的技艺 可绝非一日之寒能够练出来的 那时候弄堂里的游戏 好像只要有个空地 一根粉笔或树枝 小朋友就能玩上一整天 最常见的就是在地上面 画九个格子跳房子了 虽说玩游戏的硬件设施升级了 但是老玩家们还是更怀念以前的玩法 说起来也是满满的回忆 以前小时候是做什么 你连续做 你造了十五层也可以 造七层造好了 再从一层开始 七层下来 造到一层 一层再造上去 连续造 你造到几层 你最行 就这个 可别以为九子游戏都是上了年纪的人的专利 他们其实也早已征服了年轻人 小爱和另一位90后就在长桌上吹起了鸡子 虽然有一旁老玩家的指点 但几个回合下来 两位90后还没分出胜负 不过有一第一嘛 比赛之余 他们体会出了另一番味道 通过这次活动 其实也是增进那个不同年龄 不同阶层的人 就是在一起交流 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没有年龄的限制 没有年龄的限制 任何人都可以玩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挺好的 现场众多的年轻玩家 也把更多属于他们的游戏 带到了比赛现场 小的时候在老家过的时候 经常跟同学一起在草地上玩这个游戏 还是比较好玩的 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这个游戏 而且现在我们学校也专门开设了 民间体育专项班 我们作为体育人 希望能够将民间体育这块宝藏 传统与发展下去 从以前的弄堂游戏 到现在的九子大赛 游戏带给了大家 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和回忆 美好的回忆就是 九子能够使居民们团结在一起 比如我们那时候搞家庭赛的时候 夫妻俩正好不高兴 后来参加比赛了 就团结了 婆媳也有 这种关系 所以我感觉到 在我们工作同志 就是用九子作为一个载体 能够让家庭和睦 让邻里和谐 也许在这被电子产品充斥的时代 需要的正是这样 真实有趣 有人情味的童年游戏去调剂 如果你也感兴趣 明年这个时候 就可以带上家人一起 参加这个比赛了 都都都都 都那时 留下规则我来的 生活用于库外生 第一次载品下人生 归人之